为了改善空污,环保署打算加研老车的排放管制标准,却引发老车的车主反弹抗议。 现在环保署打算调整政策,强调要淘汰脏车,而不是老车。 将来老车车主更换不污染的二手车,或者是进行保养,将会给予补贴。 老车车主将车辆开至砍到集结,抗议环保署推动修法,加研柴油车一二级排放标准,认定就是要消灭老车。 尽管环保署强调有配套,但类似抗议人遍地开花,想改善空污,推出政策却遭强烈反弹。 环保署决定调整,8万辆有车级资料的一二级老旧柴油车,先前说要换新车柴油补贴,现在改成换二手车也有。 为了让补贴补在改善空污的刀口上,环保署也调整补贴项目,之前只补助加装滤烟气,现在连车辆保养也有。 虽然金额尚未定案,但署长张子敬表示,会比之前推出的方案高,但全国老车自救会重申,政府应该先去管更大的污染,仍坚决反对加盐排放标准。 为了化解车主反弹与移动污染源管制困难的僵局,环保署希望能端出让老车车主更有感,也更实际的补贴作法。 只是老车自救会人希望政府提供购车贷款零利率,还款零期限,并维持既有排放标准不愿妥协,对环保署的补贴调整似乎也不太领情。 记者,你们吴家宝台北报道。